今天介绍肉桂核桃面包 先祝大家有一个圣诞佳节 2024年新年快乐 影片当中是我家这条街邻居的圣诞灯装饰 在做面包前 请大家慢慢欣赏一下吧 500克 600克 100克高筋面粉 50克糖 7克速发酵母粉 5克盐 2个鸡蛋去壳约100克 打散 现在只用四分之三 四分之一 留到最后刷面包 350克牛奶 现在是冬天 可以把牛奶用微波炉加热30秒 80克 融化无盐奶油 把所有食材搅拌成团 先顺时钟把液体拌进来 等水分渐渐渐渐上 Just 再把干粉往中间混拌 直到盆底没有多余的水分 我干粉 将面团戴上帽子 休息40分钟 40分钟以后 把面团的边往中间折叠 一边折 一边用手腕压 面团经过休息非常容易揉面 一点都不粘手 这样的动作约做40到50下 就可以有一个光滑表面的面团 把面团戴上帽子 让它长大到至少1.5倍 在工作台上撒一点面粉 倒出已经长大的面团 先用手压扁 拉一拉 再用擀面棍 把面团推开成一个45公分 乘35公分的长方形 四周不平整 没关系 这个面团延展性很好 非常容易完成这个步骤 准备20克肉桂粉和160克黑糖 两个混拌均匀 我的黑糖很新鲜 不需要过筛 如果黑糖结成颗粒 过筛一下比较好 均匀的把肉桂黑糖 铺满面片的三分之二 这是130克碎核桃 也是均匀的铺在二分之一的面片上 因为核桃有颗粒 如果铺得太满 等一下卷面的时候会露馅 把下面没有铺上馅料的面 切成条状 我切了15刀 一共16条 由上往下卷面 面片的下方压薄 卷到最后时容易收口 把面团的一端折弯 做成拐杖的造型 放在铺了烤盘纸的烤盘上 面团上喷一点水 再盖上保鲜膜 让面团休息30分钟 不需要长大到1.5倍 30分钟以后 在面团上刷上一层 一开始留下来的蛋液 然后送进预热到华氏350度 摄氏175度的烤箱 烤33到38分钟 红柠檬 时间到漂亮的颜色迷人的香味出炉吧 面包凉了切开头尾给大家看一看 虽然是面包头面包尾 还是有漂亮的内馅夹心和松软的面包体 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拐杖糖 可是这个拐杖面包也很有过节气氛 配合过节我把这个面包装饰一下做成平盘 非常适合过节的时候聚餐 或者是一大早放在早餐的桌上 希望大家会喜欢哦 谢谢大家